各位学员大家好 在你学习完实刷12的出探课程之后呢 相信你已经了解了实刷12的整体架构 还有它的运作模式 那你应该有能力创建出一个 具有基本功能的实刷12外博专案的 这个基本功能的专案呢 它其实含有两个重要的技术 也就是动态方法的呼叫 和实刷12的例外处理机制 这是一个重要专案的有开始 但是呢 你在使用之后你会发现 这个专案的维护度呢 跟收入处理它还不够完善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思考两个问题 首先 当你的X员囊位如果过多的时候呢 你如果能够让它跟你的model 有完好的结合吗 这是一个问号 那再来就是 你如果送出的资料呢 是一个日期格式 或者是一个数字的格式 它有办法做转换吗 这两个问题 那我们想这两个问题之后呢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问呢 首先 因为在一般的work照案当中呢 参数这样的形态转换和输入验证 还有一个业务这样的传递呢 都是一个必备的功能 所以呢在我们12号12的进阶课程这边呢 我们会定下三个学习的目标 首先是如果是做一个形态转换器 还有你如果应用12号12所提供的一个验证器 以及如果利用设备API来传递业务的逻辑资料 最核心知识呢都将来我们未来在实物上应用时的一个重要的根基 那这是我们在进阶课程这边所要定下的三个学习的方向 好 刚才我们有提到我们三个目标的第一个目标是进行形态转换嘛 可是你在进行形态的转换之前呢 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技术 叫做OGNR 就是所谓的物件导览语言 就是说你在从前端送出资料到后端的时候呢 刚才说你中间要形态转换嘛 要转换之前呢 你必须先知道 1312系统呢 它的OGNR运算式呢 是怎么传递送出跟展示层怎么接受资料 所以呢我们在整个课程开始之前呢 第一个单元这边要介绍的就是OGNR运算式是怎么操作的 现在开始的是OGNR运算式语言的介绍 OGNR我们称它叫物件导览语言 这是被1312所整合的一种开放因子码技术 它是1312当中很重要的一种运算式语言 那它在我们的1312框架里面负责什么工作呢 它是负责资料传递与形态转换 也就是说OGNR其实不仅仅只是一种运算式语言而已 它在帮我们传递资料的同时呢 还会同时帮我们将资料形态进行转换 所以它也扮演着形态转换的角色 OGNR进一步资料呢 可以相见过方文件 也就是OGNRbasic.html 还有OGNR.html 那我们再往后的章节呢 还会有详细的说明与范例介绍